我面前这盆太阳花 之前就给大家发布过一篇作品了 继续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修剪 为了这种塑料复活肥的 现在还没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绿绿绿绿的 又爬满了一整盆了 还带有很多小花苞了 再过不了多少天 它就会慢慢的开花了 这种太阳花呢 生长能力虽然是比较的强 不过我们施肥 一定要适当的给它施用 比较盲目的虚用 比如说像这种复活肥的话 它们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 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太频繁的给它吸用 避免烧根 伤了整个脊柱 因为在我的后台就有花油 是这样反应的 它家里的太阳花 就是写了我的方法 做了修剪之后 给它喂肥 过不了多长时间 出现了比较多的腐烂的情况 这种情况 我就询问了 这种塑料复活肥 它一个星期放一次 一个星期放一次 不死才怪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个月到两个月喂一只 里面就配有一个小勺子的 大概放三勺就可以了 不要放太多 平时就是 我们就给它浇浇水就可以了 或者是喷出一些水物 不要让这个盘堵带过干燥 它也是需要水分的 不过也不要太烙 太烙时间过长了 很容易出现腐烂的 最主要一点的就是施肥 第二点就是光照了 光照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 光照比较充足的环境下 去养护就可以了 比较好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你就能够把它养死呢 其实就是关于施肥 没有施对 没有施到合适 就导致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好了 这么简单的方法 是不是一写就会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再给大家分享它的开花过程 下期再见